哈喽,大家好 刚才讲了一遍 刚才讲完了发现这个视频上传了十分三十九秒 或者四十秒就断了 现在我现在确定我们这有人搞破坏 只要我通过这个YouTube上传 直播就会出问题 要么是我们这的网络受到攻击的 要么就是YouTube被中共操纵了 今天我们接着讲这个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的第二部分 就是最后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之前我们约了很多这个 对这个非暴力革命的 或者是这个公民革命的 这方面就是民主运动 有很多研究的 甚至实践经验的联系 他们也同意在这个论坛上 给大家介绍他们的经验 和他们的他们曾经行动的一些历史 但是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形势 国际形势 就是中共对他们打得愿意疯狂 因为大家很多都有顾虑 那就暂时我们就先 他们就先不露面了 然后我们就是 还是以前的那个主张 我们首先要知道民主制 要怎么运作 怎么样才能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 包括文化程度低的 包括少数民族 或者是少数群体 包括同性恋啊 就这个性别不确定人群啊 或者这个双性人群啊 或者这个 就是各个不同的LGBT啊这些 怎么样维护他们的利益 让所有的群体都能够参与 这个社会运动或者民主运动中 所以我们就想要讲各国的政治制度 一个是了解这些发的国家 德国啊美国啊这些国家的法律 英国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 究竟怎么规定的 怎么运行的 其实在法律中是如何保障的 那我们也要看看 像俄罗斯啊印度啊南非啊 这个国家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而且这个国内啊很多 特别是这个国安特务出身的人 他们就经常鼓吹俄罗斯的制度 说这个俄罗斯适合中国的情况 估计是他们想当未来的普京吧 当独裁者吧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就是 讲一讲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让这个减少大家受到误导的可能性 这次我希望幸好能够不出问题 那就再开始讲一遍吧 谁也忘记带了 也不喝水了 那就是我们上次谈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政治系统 政治政治体制 现在我们就讲他这个逆法 他这个逆法啊 他就要法律倡议 就是谁可以提议 要逆一个什么法律 他谁有这个倡议选呢 他就跟那个德国美国都不一样 很多机构都有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院的两院 就是杜马一院和下一院 另外就是联邦五元会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 然后就是总统们 这前面一个政府是应该指联邦政府 因为它是单数 而总统们 这就应该是指这个联邦总统 和这个各邦的总统 不知道是否包括副总统 也是两年前的子女 我现在也就忘记了 然后就后面一个就是各地区的总统 就不是联邦的 各地区的叫什么 政府不是联邦的政府 因为它是用的辅数 然后就是议院门 这个地方前面 既然已经提过了联邦的两院 这个地方再提议院门 就应该指各邦各地区的议院 那对 这已经是后面有这个就是各 联邦主体的政府总统和议院门 加了个辅数 因为联邦主体不是一个 联邦主体是什么意思 联邦主体就是这个 它就相当于美国各邦 什么 纽约邦啊 加利福利亚邦啊 当然当年清朝为了 有些不让老百姓知道国外实行的 不是中央集权制 不把他们翻译为邦 把它翻译为州 中国的什么 隋州啊 郑州啊 广州啊 就让大家有一个外观 跟中国也一样是这个 中央集权制 我更轻易把它翻译为邦 然后就是联邦宪法法院 然后还有这个最高法院 但实际上 虽然这些主体都有立法权 这主要为什么这样规定呢 这就便于这个总统操纵权力 你如果联邦议会 不同的 像美国或者德国 就是少数机构有这个 立法倡议权 这样就不便于总统操纵权力 所以这个俄罗斯总统 普京为他操纵权力 就让这些机构都有立法权 当谁他指挥不了 他就让他能指挥的人 去倡议立法 然后就是 这个立法倡议权呢 就是你提到草案以后 首先要经过这个杜马议会同意 在他里面经过投票同意 然后再通过联邦委员会 就是相当于另外一个议会 然后就是 然后再通过总统 也有意思吧 总统的权力很大 然后在这个议会啊 和在这个议会两院之间 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立法上面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 其他的联邦主体 其他 不是联邦主体 其他的权力 或者是这个 叫什么 立法主体之间 就前面提到这些 所有的都有倡议权的人 法律倡议权的人之间 如果出现冲突 无法打算调和 要成立一个调和 协调委员会 他们将呼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 来进行协调调解 然后如果这个 叫什么联邦委员会 就是议院的另外一院 就是拒绝了这个法律草案 然后这个杜马医院还可以再 以三分之二多数票的 再拒绝他这个拒绝 就否决他这个拒绝 就是杜马医院和这个联邦委员会 他们一起所有成员的三分之二的多数 进行否决 否决掉总统的否决 然后就是 对这个宪法来说 一个就是 叫什么执行宪法 就是让宪法 通过有效 让宪法生效 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这个紧急状态法 当然当年纳粹 其他在搞的紧急状态法 他这叫做特殊状态 另外一个就是宪法的修订更改 他是由这个他们宪法的第一条 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九条为例的 然后就是要通过三分之二 要经过三分之二多数票 杜马医院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 还有联邦委员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票 然后也就是各地区的 议院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 才能在前面提到的这个一个就是 宪法生效啊 另外一个就是紧急状态啊 宣布紧急状态啊 另外一个就是更改或者修订宪法 才能得到通过 然后就是总统没有任何否决的权利 或者没有任何否决的可能性 原本是这样说的 就是理论上就是为了削弱总统的权利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德国 俄国这是不起作用 俄罗斯独占权利 而且有问题 就是它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一个就是 多次的这个投票 就像中国的选什么 直选村民委员会直选 或者叫居民委员会直选 如果你选的人不符合共产党的心愿 让你半夜都不回家 让你不停的选 就显得大家都 显得大家都累了 哎呀 胳膊溜不过大腿 像是有个警察 有个军队的拿着枪手的 就显得他们喜欢的人吧 或者显得他们独腿子吧 嗯 然后就是 他们就一个代表 一个议员呢 他可以一个议员 他可以带给多少 多个同事呢 其他的议员投票 就当时在正常的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一个人就只能代表自己 那就是 会选 买票 这就是跟中国的聪委会选举一样的问题 所以中国如果不进行坚决的政治改革 你即使将来 搞到一个假民主制 像俄罗斯那样 也是会出现他这个情况 你从中国的聪委会选举 巨委会选举就可以看到 然后就是介绍这个 联邦委员会 Föderrat Sionsrat 职举就是联邦委员会 然后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议员 然后就是相当的参院 或者什么之类的 他们就是 同意任命 就是只有实权的 具有影响力的 就是法院 联邦法官的 宪法法案的最高决策局管 但是 大的是事物 就是宪法 就是要经过 经过 少暖气 这德国的暖气 它是不跟中国的 它不是集中共产 它就是突出这个个体独立性和自治性 所以它就各个 小什么建筑里面 或者是各个单位 基本上各个建筑都有一个 自己的小暖气 维修很快 从预定的八点 估计要嘛 太难没来 昨天 来的太晚了 要嘛就是 准备不充分 不停的回去 拿工具 就搞得 大家平时习惯的 在比较迟钝 让大家理解 你看看 这个前面说到的四分之三 对 这个前面提到 当总统否决的一个法律草案的时候 那个联邦集会就要举行 如果他们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联邦集会 就是由 杜马议会的议员人数 加上这个 议员们 加上这个国家委员 联邦委员会的议员们一起投票 以三分之二的多数 可以就是 否决总统的否决 不好意思 不快 等着 接着去了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联邦 最开始就是为了限制 国家杜马医院的权利的 相当于另外一个医院 是双院治很治 截至1996年起 他是就是 这些医院 医院 这医院里面议席 是由这个叶列钦任命的总督们 就所谓的帮主席们 就美国把它翻译成 美国用的是Govina 他实际上就是总理 为什么 因为是他各个帮 他不是中央集权制的 不像那个联邦的 又总统 又像德国总统说了算 美国总统说了算 德国总理说了算 他这不是 他们是集体领导师 就各个部长一起开会 共同决定 所以他们叫部长总理 不叫帮主席 或者帮总统 当然 错误的翻译 就是周主席 或者周总统 就更错误了 然后1996年到2000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 习位是由这个直选的总督们 和这个各地区医院 或者各邦的医院的这个 发言人组成的 然后从2000年开始 就由这个每个地区 排两名代表 就一个是司法系统的代表 立法系统的代表 一个行政系统的代表 就是不再是总督 或者是这个议院发言人的 就是由他们代表 当然这代表 就是听他们相应机构 拍机构的说话的 当然这些就是他们根据的依据就是 汇选结果 因为俄罗斯的选区是汇选 所以当然这个也没有真正的代表性 代表这个既得利益的一方 然后他有160 一般情况下169个座位 就是这个联邦委员会 或者叫联邦医院 或者叫参议院 然后呢就是最多的时候可以有这个187个 跟特殊情况 然后他有83个权力主体 联邦主体 就是他这个联邦主体 他跟那个美国和德国都不一样 他很复杂 他美国就是多少五十一个州 多少五十一个州 然后联邦德国是16个州 或者叫邦 他们就很复杂 各个不同的到后面会讲到的 共有83个联邦主体 就每一个派两个人 另外呢就是有两个联邦主体 84号和85号联邦主体 就是违反 俄罗斯违反国家法侵占的 就是克里米亚 哦对 我现在想一下中文怎么翻译 就是乌克兰的Krim 德语叫Krim 就是克里米亚和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的 这两个主体 但是在 嗯 他是国家法不承认的 就每个联邦主体派两个人 然后另外17个就是由总统任命 大家安排他轻心勾腿 是吧 然后就是 讲到这个叫什么行政管理方面的这个构建 这83个联邦主体是什么呢 就22个共和国 大家都知道当年苏也 苏联 苏联联盟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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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联盟 只是形式上 名义上的 后面会讲到的 还有一个这个自治区 然后有四个自治 相当于中国的这个县的这个级别 或者提的 然后9个地区 相当于中国的所谓的地级市 然后46个小地区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三个直辖市 一个是莫斯科 另外圣彼得堡 不是圣彼得堡 是苏大林格勒 利林格勒 然后另外就是前面提到这个 跟克里米亚一起那个被侵占 非法侵占的这个斯巴斯托普 这就一共是83个 然后就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图 它是一共有八个大区 估计就相当于这个中国的 以前的 中国本来也是学的苏联的那个做法 华中华南华东什么华北区 所以就大家看到这西伯尼亚 然后 西伯尼亚在这 然后远东 这很多是从中国清单的领土 然后讲到这 然后这是中 中西俄罗斯 这就当年那个 威金人 就是北欧的斯堪迪纳维亚地区的人 他们就先进展 站到那个乌克兰地区 在基辅 然后就进而向东扩展 就占领了一个小块 成了俄罗斯公国 慢慢慢慢就 所以俄罗斯他们就是 当选者当时的他们也是被这个 日耳曼人 因为威金人也是日耳曼人的一支 被他们占领了以后 征服了 或者是侵占了 很多民族 就把他们的男人都杀了 父女孩子都霸占了 然后就 慢慢扩大成了这个大俄罗斯 所以就很强的侵占性 侵略性 然后上个星期六讲 在那个中国早餐是 就讲到中国的情况的时候 讲到地图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 这个很大部分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 就是当年为了讨好苏联共产党 就划分给他们 将近两百万平方公里 所以很多中国人说 共产党败国 很不高兴 然后有一个家伙 俄罗斯的洗脑教育 也导致了他们这个人 他们也在这个 各个国家都非常被抵制 受到抵制的 德国人也不喜欢他们 美国人也不喜欢他们 那个家伙就马上就 急了 那台湾呢 台湾也是你们的 有一个俄罗斯 估计是个俄罗斯移民 或者移民 偷役 二代移民之内的 然后我说 这个问题太复杂 他也有 从国际法上来说 他反而台湾 中华民国 反而是在联合国里面 占西部的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台湾也有自己的军队 外交 我还没说完一个 就是我住到我们苏绅楼的一个 中国人 一个学生 马上就急了 就很激动的说了什么 西藏啊 新疆啊 呃 什么 香港啊 澳门的 说这大堆 大家就目瞪口呆的 我也很尴尬 然后等他说完了 再接着说 这共产党洗脑教育 把人都弄得就是 不自知 这到处 丢人现眼 他不知道 呵呵 呵呵 有在 不知道他在维护什么 呵呵 OK 我们就先 这接着讲吧 然后这是讲他八个大区 然后其中呢 他就 有一个区就是 克里米亚区 我看一下在哪儿啊 应该是在 非常西边的地方 跟欧盟接壤的地方 这个有北高加索 中心俄罗斯 西北俄罗斯 Volga Volgar Volgar 嗯 估计地方太小 没有显示出来 就他这应该 他还搞了一个 应该在这一块啊 他搞了克里米亚区 呵呵 很有意思 估计在加强管理吧 嗯 就是其中他就是84号 前面叫84号85号 84号是克里米亚 85号是这个 直辖市 斯瓦斯托普 估计像中国的海森围样的那样的 也成为这个 呃 叫大区 我刚才说八个大区 其实这个他算是大区 他也称了八个区中的一个叫 呃 呃 联邦联邦区中的一个 克里米亚联邦区 当然他是在国家法上是不得了 是没有得到承认的 不被承认的 然后他这个 还有这个就是 介绍 继续介绍他这个 所谓的联邦 联邦 联邦制 或者联邦主义 联邦制 实际上他只是在这个行政管理上的一种构建 他并不是真正的联邦制 那就是 嗯 他 形式上他叫什么 叫什么呢 叫 合同制联邦制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这个 俄罗斯就是 虽然他统一的 他统一的很晚 他曾经到处打仗也打了很多 但是他并不是像中国那样 很切碗经过几千年的那个集权统治的 切碗一块的 没有完全融合 那就像那各个小地区之间的一些 部落之间的一些 像什么 合约样的 所以他叫 合同制联邦主义 嗯 然后就是 嗯 非常不同的 而且在 各个地方都 各个地区啊都不同 但是呢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跟那个 当年苏联的体制一样 或者现在俄罗斯的联邦一级的体制一样 都是一个 独裁主义 独裁主义 各个小地区的 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像中国的什么 乡委书记 县委书记 他们都可以说了算 他也是这个 各个 虽然叫联邦制 各个 各级行政 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在这个 在这个 叫什么 形式上 或者这个 条文上 就是这个 各地区啊 除了这个 外交 和那个 叫什么 和 金融 经济 它是属于联邦的权限 其他的都属于地方权限 这就是国内 国内事务的这些 他们的责任 但实际上就是 普京还是有很大的独占的权力 但是这样也会导致到一点啊 就是各个地方上啊 他们相对的 对于中国那时候相对的 独立性要大些 权力要大些 就导致到地方所谓的精英们 和 就是 和 联邦一级的那些家伙们 摊得无缘的普京们 合谋 就是 博学压迫人民 盗取大家的利益 盗取人民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 当然在那个国家 在一个这样的国家里面 说不上什么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就是 同志集团的利益 那么他这个 联邦制的问题 德国 德式联邦制的问题 我们就叫他联邦制吧 一个就是 叫什么 集选主义的传统 因为他们从沙皇来开始 就是 集选制 也像中国 很悠久的 包括他当年国家很小的 从基辅公国开始 他就是这个 俄罗斯大公 就是什么 集选制的 包括那个 谁开始改革的 捡胡子的那个 查 不是查理大 还忘记的名字了 开始 进行中央集权了 然后就是 嗯 也有这个 民族问题 他们有100个民族 一起 总共 这个他比中国的问题严重 中国的所有的100个民族啊 他就是 56个民族啊 或者56个少数民族啊 那其中大多人口都非常少 甚至有的就没有自己的语言 没有自己的文字 已经消失了 那就算不上什么 少数民族 或者是 真正意义上 没有这个 和汉人没有多大的利益冲突 包括我们的老家的回民 那跟汉人 你也区别不出来 他也没什么 除了他高考上 高考 孩子高考上 可能可以减分 别的你也看不出来 有什么 跟别人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利益冲突 所以就是 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不大 但是这也提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汉族 在历史上 几千年呢 这个 太逆 太逆绝性太强大了 太毒了 你看苗族被他们赶到那个 云南那山上 石头 住在山底上 就好地方住这壮族 然后 乙族就住在半山腰 苗族就住在山底上 尽着那石林 没有多少地 就是这儿找一个 窝窝那边 种一颗玉米 看不到城市的地 所以他 我 星期六啊 介绍这个中国情况 也提到这个 说汉人 在中国汉人占92%嘛 然后 那个 维吾尔人呢 就是泛土耳其民族的啊 那 就中国叫 阿尔 阿尔泰是吧 民族啊 然后就是 外蒙啊 西藏啊 主要他们呢 别的少数民族 加起0.2% 非常少 我就说提到这个汉族 对他们的这个 压迫太严重了 丝毫不给他们一点机会 甚至就不跟他们通婚 不跟他们融合 这个太残酷了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中国学人 又非常不老心 很仇恨的盯着我 然后我 我还出于这个谨慎 我问了一下 这个 为什么 我问他是不是汉子 他 他都不回答我 一个很仇恨的盯着我 问他好几个年 才勉强点了下头 估计他 怕说话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 或者是冲动 我得无法想象 你祖宗做了坏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其实有关系 那更应该忏悔 不然你还有什么 叫什么 资格或者是 脸面去要求日本人 忏悔 那也让他们祖父被 真祖父被干的事 是不是 而且他们那个战犯 他们祭拜战犯的确不对 应该把他单独 从那个 晋国神社里面 请出来 把他单独设置一个 叫什么 祭奠的地方 实际上他们 首相主要祭奠的是 多少年来死的那些将士 像大多数死于内战 出那战 也很可笑 不知道他们在祭奠什么 内战 那些内战的这些战犯 这些人来你杀我杀的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叫什么 矛盾性 就是不能自圆其说 一个就是所谓的联邦主义 另外一个就是总统的独裁 这是搞笑的事情 然后从2000年开始 就是逐步性的 中央极权的极权的强化 和地方权力的削弱 就是对各地区人民的伤害 然后就是政党系统和党派 那这叫什么呢 叫极化的多极主义 有意思吧 是什么意思呢 他同时又是这个碎片化 和单极主义 为什么 因为权力就掌握的一个大党 但是他同时有非常多的小党 然后现在他是一个 尽管也经过了普京多年的独裁统治 强化独裁啊 就导致到党派 有一个1.5党派系统 就一个半党派系统 那美国是二党系统 两党系统 德国是实际上也是以两党为主 但也有一个党外总是占强势 现在就叫什么基督 基督民党 基督教民主党 就莫克尔斯 那社会民主党就是第二大党 然后就很完美党小党 他这是为什么 他这就是 垄断权力的党 就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 然后就对这个KPRF 这个应该就是KP就是德语的 共产党的简细 R应该是俄国 F应该就是联邦 应该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估计是两个一会看看后面 然后这个党就是俄罗斯的党 对这个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非常非常多的小党联盟 这些小党联盟加起来就算不上了 这是1.5个党 那么就是 这个俄罗斯共产党 他有50万共产党 50万这个党员 实际上非常少 他只是在联邦层面的 他叫头脑党 没有躯干的党 他只是在联邦层面有一点 选票或者占一点席位 在各个地区就没有影响力 连这些代表都没有 连党员都没有 然后就是他一个党派系统的 历史阶段 第一个就是1985年 1988年 这个就是指这个 从戈尔巴乔屋开始 进行政治改革 共产党得到削弱以后 才产生这些党派系统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期 叫俱乐部时期 这是少数人 相当于现在中国的 一些所谓的党派 当然不是那些花质党 我也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呗 就是所谓的 没有就是反异 民运人士的党 什么民主党统一 什么民主党统一 什么社会民主党 什么民主党 很多不知道谁是谁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一个 哪一个是哪一个民主党的 理事长啊 什么民主党啊 或者什么 不清楚了 然后就1989年 1990年 就是大运动的建立 建立期 就那个时候 就是同步发展 1991年至1993年 就是叫什么 禁止 禁止或者是 就是禁止 禁止这个苏联共产党 从那个1991年底开始 当年主要是因为这些家伙们搞叛乱 炮轰议会大楼 所以业内情报 他们就给 关闭了 叫什么 封了 或者是叫什么 宣布他们为非法 但是他们随后又进行了 新的 又建立了新的 现在就成了俄罗斯共产党 而1993年至1999年 就是一个 成立了一个 就是分 就是出现了一种 互相对立的党派系统 就是一个是中心主义 或者是极权主义 一个就是地区主义 这个中心主义就是 清普 清普金的 然后这个 地区主要就是 哦 厌力性 说错 但是厌力性 清厌力性和这个 反对厌力性的 然后就1999年底开始 就是 就成立了一个 就 从这个 就由普京操纵的党派系统 17 或者是17 然后就1990年代的 党派系统 那就是非常 非常短命的一个建立期 但是大多数党派都阵亡了 但是也有例外 一个就是 嗯 就是 这有解释 什么是KPRF 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自由民主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社会自由党 社会主义自由党 这个 所有提到社会的 都是社会主义的 简称 叫Sousia 然后但是他们这个 叫什么 成员都非常少 然后参加政治的这个 叫什么 机会 也很低 然后 就是 党派光谱啊 就收到收宅 就是代表性太低 说到代表性呢 我就我今天在那 昨天晚上 在国内时间 要是今天呢 三十多半夜 我在这个推特上 也还有别的 社交平台 就跟大家推荐了一个 联系剧 美剧 叫为了人民 for the people 就是讲这个 在美国纽约州 纽约里面的一个 最古老的城市 法院 就是 过去当时 北美地区的 唯一一个法院吧 就是那些法律 学法律的人 法律工的整个 检察官呢 法官嘛 检察官法官 对 检察官法官还有律师们 怎么样 维护人民的利益 也会正义 就这个 嗯 就就就 说到这个 党派光谱 它是什么意思 就它所代表的群体的 宽和窄的问题 现在里面有一个案例啊 就是那个 法官 他根据美国法律 我不知道那个事 我没有研究这个 我也以前也没看到过这方面 就是说是美国法律 超过50个毒品 就判10年以上 这个不知道实际是假 也不知道是虚构的 嗯 还有就一个黑人孩子 估计是未成年 或者将近成年 在家放那个DVD给大家看 然后警察就冲进去 他就在屋里面搜 搜出那超过50克的毒品 他就 那个法官 判施练刑 他在那个脑里面自杀了 这个法官就非常内疚 正好他碰到一个 正好在他自杀前一天呢 他在处理一个案子 在审理一个案子 就是一个俄罗斯的移民 前面说的是个黑人少年 17岁18岁 然后一个俄罗斯移民 二代移民 这黑人呢 穆斯林呢 还有那个俄罗斯人呢 在美国都是受到歧视的 为什么受到歧视 一个是 他们的确受教育的程度 普遍呢 叫什么水平平均水平低 另外俄罗斯的长期的 被共产党读话呀 人性都有问题 就习惯就是 叫什么 世卫不爱学习 就是 有有有 就与别人相处的方面 这个也不懂这个宽容 也不懂这个 什么尊重 然后工作也不勤奋 又酗酒 就老找到工作 另外一个俄罗斯啊 把那个 穆斯林呢 主要是因为恐怖主义的 这边先讲一下这个 他审理的那个 穆斯林呢 那个孩子啊 长得像中国人 但是他估计是这个 阿富汗的 阿富汗的里面 很多中国人混血呢 甚至就是 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 估计是被强迫性的伊斯坦教的 那我就 FBI的那些警察啊 就 花了18个月 感冒 了解他 接触他 然后训练他 然后怂恿他 那些警察就冒充恐怖分子 冒充这个伊斯坦穆斯林 然后就让他 给了他一个假炸弹 假炸弹 然后让他去炸这个 只有女神像的头像 然后在非常远的地方 就把他抓了 按法律规定 我根本就离他那么远 你凭什么说我要去炸他 另外一个根据这个资料 有确凿的证据 证据显示 那些人就是钓鱼的 就为了逆工 他们自己的说法 我们也发现这些 包括这个检察官 那就是说 我们不能等他们炸了再去抓 那就晚了 会死很多人 所以我们要先发现 有这样的人 抓他 但是你这样引诱别人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这肯定是犯法的 但是结果陪审团 还是判他有罪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穆斯林信仰背景 或者家庭背景 他甚至自己不一定 就信穆斯林 因为他是出自 穆斯林家庭 就是这个是这个案子 对法官有触动 当时那个 检察官是一个 刚毕业的 或者是 刚调到那个法院去的 然后他母亲是 好像是议员 就是一个 拉美 半黑人 那个混血的那个 系统 人种 估计这个 因为他们也是在这个 美国出于烈士地位 估计这个 野心也比较强大 靠盛心 所以就 就就就就 他迎来的官司 有非常高兴 他就利用了这个 种族民 美国普通民众 对这个 伊斯兰的恐惧吧 他们的恐惧 然后他迎来的官司 有什么 举办庆功会 结果他有的人 就说 我从来不庆祝 因为有人进监狱 而庆祝 就来到同事 这些人比较有良心的 正义感 而比较那个 自我反省的 就是一个人 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提到这个 携带 因为他脑子刚生的孩子 他到审他的时候 他孩子才六个月 估计他 从这个被抓捕 到这个正式进入 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法院审理阶段 应该会有一定的时间 调查或者什么 所以可能他那时候 他自己说 他刚出生 他刚有了孩子 因为俄罗斯人 大多数人 像少数那些什么 成立了什么IT公司 什么谷歌 那些移民 就是毕竟都是少数 都说很好的 或者出自这个 叫什么 很重视教育的家庭 大多数人移民 有些人 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政治变 政治动乱 政治动荡 逃过去的 他们就是 都不受人喜欢 在俄国 在欧盟这边 特别是在德国 乌克兰 大家都很讨厌俄罗斯 乌克兰人甚至恨他 跟乌克兰人 跟俄罗斯人说话 就没好可信 经常就是训斥了 争吵了 所以就是 他也找了好工作 估计是 就经常失业没有工作 经常打临工 然后他就说 Easy money 他以为别人介绍 你转不转 Easy money 就是容易钱 也就是小钱 或者中国的话 叫快钱 然后他带货 他自己在法庭内的说法 包括他对他自己的律师说 他说他不知道这事 其实这个 这是法律规定的 因为你要 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所以就是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 你带货的 也许就有点相应 合那么大一点的东西 你很肯定 你想到他 想到他 80%以上的肯定性的毒品 而且他那么亲 50多克才 如果是别的 什么 诺斯丁之内的 跟我那么亲 我只是说 你摇下有身影 但是 反正就像规定 如果他说他不知道 那你没法 你没有别的证据 能证明 如果没有确准的证据 他知道 所以就按法律规定 他是不应该被判刑的 但是就因为他这个 叫什么 背景 所以就是 当时那个 就是说那个 前面那个黑人少年 就因为有人在他家搜出来 他是一个好孩子 就因为搜出来 给朋友们放这个DVD看 结果搜了毒品 而且就有人怀疑 这就是联邦 FBI 就是为了 也是调理 为了逆工啊 或者什么的 无限 或者有人在那 在里面有警察冲进去 扔到他屋里面 所以就成了他的罪了 这个 结果这个人自杀了 这个孩子自杀了 这个法官就很痛苦 良心上不安 然后他就为了这个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移民呢 或者是俄罗斯裔的美国人呢 他就准备和这个检察官 还有这个 陪审团对着干 要违法 然后他们都 检察官都 检察官告诉他 你这样你就会 失去你的法官职位 他说我拼了 我拼了 然后这个检察官呢 他也后来受到影响 他说 哎呀 是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 搞一点这个 哦 先这个法官跟那个检察官建议 他说 你是不是可以进行 宽松的说法 就是他这个毒品的含量低 然后一折算 就低于50克了 他说检察官说 可以 找到他的领导 他领导不同意 领导也想立功啊 呵呵 这个很有意思 领导当然是甚至要栽赃那个 给这个 给这个患者开那个 针通针 叫什么 针经器的医生 要把他们抓起来 说两年呢 你们你们调查25个 医生 没有一个被起诉的 他要证据 强迫他手下的人去干 这就是 这应该可以看到 在没有制度 在有制度制约的情况下 人性上级如此 所以你就更需要制度 更需要健全的制度 然后就是他不同意 东西让他检察官也跟他的上级建议 他好像是不是可以在盆柱上坐下来 把它降低下来 那他的老板说 不行 然后对他的手下的 对这个检察官的手下的 新入职的人说 你去写个 写个什么 就是相关的文件 就是 right 相关的一个文件 然后那个人就去了 他认为他在维护法律争议 因为这个法律明显不对 他说那法律不是我写的 我们就想维护法律 即是法律不对 所以这个法官就决定和他们对着干 但是后来他那个有一个在这个法院里面 就是负责什么登记立案 什么什么填写申诉表的这些人 或者包括分配案件给各个检察官的呀 包括摇号 就一个像中国的那个彩票 摇号 箱子在里面摇出哪个案子 管哪个法官 管哪个案子 接受哪个案子 因为他为了防止这个腐败嘛 所以就引起通过摇号 然后他就给那个法官建议 他们也是认识很多年了 他说不管你现在做什么 你 他说你是一个好人 难得一见的好人 在你这个工作上 他说我不希望你实现你的职位 实现你的工作 这样就我们就实现好法官 可能有更多人就受到 法律不公正的判决 所以你再怎么 现在再怎么做那个自杀的小伙子 已经不可能回来了 然后那个法官就 最后就判决 因为在这个民主国家 在美国啊 德国啊都可以 如果你判决的时候 你可以写上自己的意见 即使你根据法律 应该这样判 你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在投票制的 在那个武漾会审判中 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也可以这个写进去 所以就不同的想法就是 出于少数的意见 你可以写进去 然后他就判决了 这个宣布要自己的说法 他说这个制度为了维护 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 尤其维护大多 多数群体生活的稳定 减少他们的担忧和恐惧 就制定了一些法律 过于苛刻的法律 就是这些法律 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 他说我也是这个恶体制的一部分 但是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这是我的职责 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很伤心 因为你们没有 你们是underpresentate 德语叫underpresentate 就是你被递代表 就是你没有 你的利益没有被代表 你没有自己的语言 帮你说话的语言 就是你像在这个民主国家 你应该是各个群体 都应该得到被代表 你像这个在比尼时代 我经常跟大家提到 比尼时代政治改革 今天六四政治改革 从一个君主集权制 变成现在联邦制 而且非常充分的联邦制 你像这个德语 他分比尼时有三个语 语种 他以前就是只说 他指法语是官方语 法语是赞同的继位 但是别的语种 根本不受重视 就不是官方语 那当然一个大政的国王说 他说我们没有一个比尼时民族 我们没有一个比尼时国 你要知道 这里面有说两种语 但是他们把说德语的人 还忽略了 就说网语 网语就是法语 说这个弗莱蒙语 弗莱蒙语就是德语 德语中的一个分支 德语之语一种 你如果说德语的分支 他们会不高兴 这样就是德国为铸铁 就是泛尔曼语中的一只 就是河南人说的那种语言 后来他们再开始慢慢慢慢进行改革 现在那三个语种 都是有独立的自治权 虽然说德语的只有15000人 但是他们也是一个自治的 叫地区 完全自治由自己的外交方面的权利 所以他就有出门的代表权 完全决定自己的事务 然后他们在联邦一级的议会里面 他也有自己的代表 当然你 这个叫什么呢 你当然你说 比方说你有一个少数群体 在美国两亿人中 或者一个国家 任何私院打个比方 两亿人 然后你一个说 哪一种语言的只有2万人 你只有1万分之一 你不可能在这个国家议会 国家议会部分有1万个代表 你不可能在里面有一个你的代表 但是起码你能够在地区级的 并不是说 这一般 国家联邦级的议员里面 就没有你这个余种的代表 但是他就是说是 不能称比例的代表力 就是说你 就一定要有一个代表力 有可能你这个选区 出了很优秀的议员 进了这个议会 所以也有可能 甚至不止一个 但是这不是这个普遍议员的代表 比例是代表 但是起码在地区的议员里面 有你的代表 而且这个媒体可以为你说话 然后你有自治权 你这个小群体 也可以决定自己的事务 就没有别人能够 在剥夺你的权利了 你不能说我这 其他的两亿中的 除了这2万人 其他人都投票 都同意把你的财产分的 甚至把那些人 人就给你判死刑 这当然不对 所以你要 应该受到法律保障 另外一个要从这个 制度上进行保障 这法官就是说 你是你没有得到充分 你们没有得到充分代表 一个是黑人 一个是这个 出自于穆斯林家庭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移民 我非常非常伤心 我希望将来状况 能够得到改变 所以这个也是 给大家一个启发是什么呢 就是说 民主这种代表 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群体都必须 要有自己的代表 你没有代表 就没人听你说话 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都没有代表 一个方面 因为他们不热心政治活动 另外一个 他们也不爱学习 也不爱参与社会运动 所以就是 被忽视的 你全力自己不争取 以后别人 大多人都是自私的 即使有少数政治家 为了想帮你说话 他首先在为自己的选民说话 所以可能也顾不上去 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是 把这个政治 把当议员当作一份 薪水不错的工作 或者有些人就爱 抛藤露面 所以不能对人性指望太多 还是得靠自己的群体争取 那你不能说 一个人单打独干 那你也干不了什么 它拥有各种手段 拥有媒体 拥有法律手段 呼吁大家的良心 支持 也就是如果你的人数太少的话 所以这都是 大家都需要学习的 民主制度并不是说 就那么你说 推翻共产党就民主了 有可能要承担另外一个俄罗斯 所以大家还要自己参与 而且如果你没有参与的话 你也没可能推翻共产党 不在同时 还可以万万年地待下去 所以就大家要多学习 多动脑筋 要行动 然后就是 还有什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 虽然党派碎片化非常严重 各种小党派 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 就是单极化了 就是受当年苏联共产党洗脑 加上后来普京在洗脑 你想我们这边 有十多岁 二十来岁的俄罗斯过来的学生 甚至他们七八岁 十来岁就过来了 但还是受到他们父母的影响 而且他们经常看俄国媒体 受到他们的影响 包括写了很多伊朗的移民 他们也不学德语 就老看那些媒体 就像中国人来到这边 还看中国共产党的媒体 你当然被他洗脑了 所以就跟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甚至仇恨现代文明 虽然生活在德国 他们仇恨那些德国人 或者是真正的他们 真正的仇恨 仇恨民主啊 自由啊 人权 我在那个 网上看到一个照片 就是很多人 年轻俄罗斯人 去朝拜 斯大林的墓 然后给他献花 然后我就说 这太愚蠢了 然后一个 二十来岁的 给学人俄罗斯 他就 然后我就说 这太愚蠢了 然后一个 二十来岁的 给学人俄罗斯 他就 非常 他好像 他就 七八岁 或者是十来岁 就去 去 那个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都是从 西纳分出来 在那住了 好几年 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四毫命 估计塞浦路斯 也是个比较 叫什么 思想方面 离现代文明 还是有距离的 这四毫命 就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 然后就非常愤怒 为什么可笑 我说你 要是被共产党洗脑 你就不知道斯大林 是一个什么人 不知道他干了哪些坏事 公产党的遗毒 非常深 一定要注意 不仅要 不仅要自己要洗脑 要给你的父母 不仅自己要烦洗脑 给你的父母 给你的兄弟姐妹 给你的孩子 烦洗脑 这是你最近的 那什么朋友 什么同事 同学 就先缓一缓 起码你要给自己的孩子 给他纠正过来 所以就是他们这个俄罗斯的政党 还是对共产党的影响非常大 非常深 就是 还是这个伊迪欧诺基 How to say 什么伊迪欧诺基 意识形态 对 意识形态 单机化 然后就是 非常多 这个就是 不属于政党的一些代表 这当然是1990年代的 党派形式 就是他们就没有多少 这个对党派的忠诚 忠诚信 然后就是 选民嘛 都有不稳定性 不知道该选哪个党 这次选 这个那次选 下一次选 选那个 因为都不稳定嘛 而且差不多 意识形态上就差不多 然后在2000年以后的政党体制 就是 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降低了 就是因为普京的独裁制 叫什么 集权制 就是对这个政党来说 进入这个政治市场的 叫什么成本变高了 就是进入受到限制 受到很大的限制 然后就是小的地区性的 和这个组织上不稳定的小党派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堂坎了 就 就 门路啊 都居然被封死了 然后2001年 颁布了新选举法 新党派法 2004年 现在修改 就有点像纳粹时期的 普京颁布的党派法 他说党派 说他的党都禁止了 这个党派法 别的党 新党派 就是建立党 成立党派的门槛 就变得非常高了 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然后就是 在禁止私人 资助选举的选举的同时 增强了国家对选举的支持 财政支持 这样就限制了民间 选党或者财政支持的途径 而且普京可以用 剥副你的钱 用剥削人民的钱 或者卖11个钱 随便支持自己的党 然后另外就是 这种所谓的普京时代的党派发展 就是所谓的改革 党派制度的改革 到着的后果 一个就是党派系统 党派体制的稳定 当然这种稳定是没有活力的稳定 就基本上没有新建立的党派了 然后就 就是什么党派光普 前面说的那个 他所代表的群体越来越窄 然后就是俄罗斯统一党 普京的那个党 然后就是权力党 就是独占权力的党 然后就是由这个总统进行操控 或者是个总统机构 他这称的总统机构 就是不光总统一个人 还有他的整个班子 总统班子的控制 然后又是 他这里面包含很多不同的精英 我前面这个所谓的精英 精英团体 特别是在地区一起 因为前面说过 他这个也有一定的联邦性 就不完全是这个中央 像现在的习近平 让一个人独权的 就像在前线里面 有一些什么 镇定不住中南海 我觉得这是个 讲的夸张的说法 但有一定的这个程度 就地方让权力的扩大 特别是卖地 权力扩大的钱多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俄罗斯这个情况也就是 普京通过收买 所谓的地区精英 卖地权力扩大的钱多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俄罗斯这个情况也就是 普京通过收买 所谓的地区精英 共同分赃 那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问题 这说到这里 我也要提一下 这个中国有些人呢 就或者是这个 华人移民呢 就老喜欢说什么贵族主义 我不知道这些人 是不是出身 这个共产党的红色家庭 还在贪念当年 他们享有的特权 这个贵族 首先就是和这个民主主义 平等主义 相对立的 怎么老宣传什么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就是剥削人民 就是压迫别人 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 你造物主造出来 就与别人高级 需要 就是有资格统治别人 有资格叫什么 奴役别人 这个临教育别人之上 这样我要提一下 这个德国的徐沛女士 这个我没有个人的方面 就是不牵涉到个人 没有个人方面的任何意见 或者什么 这是个普遍现象 特别推特上出现 有几个所谓的读过书的女性 脑袋提这个贵族 贵族精神 不知道这个 他们怎么想的 需要多接触一下现代文明 然后就是选举 叫什么 选举上的 改变的 就基本上就是 趋势就被消灭了 永远都是普京在台上 就没有多少变化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杜马议会里面的独立 就无党派议员呢 就越来越少 这当然就是 有普遍集权的影响 然后就是这个 宪法法院 这个就很重要了 宪法法院 这是指联邦宪法法院 他这个跟德国不一样 德国这个各邦 还有宪法法院 好像美国也有 然后就是 他的权限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 审查各法院的判决 不光判决 就是所有的法律 法律活动 是法合法 然后就是 权限分争的 叫什么 决策 比方说 各各级政府啊 邦和联邦政府啊 或者是 邦和邦政府之间的 或者邦议会和邦政府之间的 这些各个权限的冲突 另外一个就是 公民的宪法申诉 就是违宪审查 当然这就是 叫什么 理论上 虚的重点 他这个 所谓的他法律规定的 联邦宪法法院的工作重点 实际上是 公民是这个权利是没有得到保障 你知道你谁在俄罗斯里去 申请违宪审查 去说普京的某个活动违法 当然不会得到通 立案的立法 甚至人都被暗杀了 当然他还有自己的这个 宪法起草权 就是叫什么 不是宪法 法律起草权 叫法律倡议权 他可以提议 我们现在要起草一个法律 然后进行表决 然后就是 然后自1991年 就1月1号就开始 出入运行 这个宪法法院 以前当然 俄罗斯 叫什么 苏联时代是没有宪法法院 宪法法院的 但是他们一个 他们什么问题的 有几点 一个是没有合适的 或者称职的 合格的这个 宪法法官 他也没有这个玩意儿 而且他这个宪法法院在俄罗斯 虚的成分很多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是叫什么 在社会主义 理论 但是他们这些法官 还有这个法院本身 宪法法院本身 他就没有这个意识 他就不知道 宪法法院的重要性 是维护公民 政治权力自由 方面的意义 他就没有这个意识 他不像这个 从美国宪法法院 成立开始 就是以这为目的 他们都不是 没有这个意识 然后他这个美国 这个俄罗斯 宪法法院自成立时期 就开始 刚开始成立 他就成为一个 这个紧张地带 就在介于这个 政治和权力 和法律之间 当然就是 最开始 估计这个东西新出来 估计这个权力方面 政治方面 有点担心 他会不会 限制自己 为所欲为的欲望 然后但是在 那个燕丽清时代 他有一些作用 一个就是 宣布 当前 就是当时 已经存在的一些 行为 或者是法律 或者是行政 行政行为 什么的 条例 什么的 是违宪 这是一个好方面 另外一个 就在1993年 秋季 对 秋季 就差一点把 这个燕丽清 燕丽清 给搞翻了 推翻到那里 然后就是 强调权力 分治 当然他们 当时 他们这个 根本就没有 真正的 三权分治 估计就是 行政和 立法方面的 相当的分立 司法并没有 多少权力 就是强调 这个公民的 基本权力 不知道大家 就强调公民的权力 相对城市相当于国家 或者相当于政府来说 要强调公民的权力 就是限制政府对公民权力的侵犯 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公民权力 公民基本权力 就是说基本权力 基本权力 不知道大家经常看我的视频 应该知道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没有 基本权力 就实际上就是 基本人权的意思 就是人权的意思 或者自由的意思 在法 在德国宪法里面 它是这个 第一条 是第二十条 这个第一百零三条 它是讲的基本权力 它另外一个意思 是自由 公民自由 基本上是同一次 它包括哪些 包括一个是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这是德国宪法的第一条 第一句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 这个宪法就包括 尊严就有 你就想象到的 尊严就说 我们在中国官府 甚至一个小小的 共产党也欺负别人 侵犯别人尊严的事 就经常存在的 在德国是重罪 宪法第一条 规定 第一纪规定 另外在细分的方面 它有什么言论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还有这个 宗教操作罪 宗教操作罪 就是什么呢 就是指 我以自己的方式 进行我的信仰 不管我是烧纸的也好 我是 祈祷也好 或者是 我是 在什么地方 照顾 搞仪式也好 别人不侵犯别人 这就是你的自由 这要不影响别人 另外就是工作自由 选择自由 选择工作自由 选择学校的自由 艺术自由 科技自由 科研自由 迁徙自由 获取信息的自由 就是你获取信息的渠道 不能受到阻挠 还有什么 财产 私有财产自由 还有住宅权利自由 还有住宅权利自由 就是住宅不能受到侵犯 这些 很多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在我们那个网站上也写了 你可以直接进我们网站 叫freedom 英语 就自由 然后cn 然后.org 然后你进到这个网站以后 你在那个搜索框里面搜索这个 政治制度 德国宪法 搜索宪法就能搜到 然后就可以看看 讲的很详细的哪些条 讲的我也会给大家详细讲 分析 当然这只是当时 在燕尼清时代宪法法人还敢这样说 然后到普京呢 他这个原文 资料原文就是 就是 英语就是安德普京 就是在他的之下 就在他的统治下 然后就是一个就是权力的集中化 另外一个就是 宪法法人自觉的把自己归为 这个 权力下面的系统 垂直于权力 在权力垂直系统中是 处于普京之下的 自愿自干做狗 然后就是在这个 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啊 就是占这个垄断地位的 经常出现的原则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看 听到同时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第二个就是权力的一致性 就是权力的统一性 去集中权力 所谓的要定于一尊 权力的集中性 另外就是这个民主完整性 这也是习近平经常说的 估计习近平去普京那 普京给他套了条狗链子 就然后交给他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国家安全 习近平好像是什么 国家安全小组组长 然后就是国防能力 然后就是 叫什么 法律和经济的一致性 实际上就是说 法律和经济都要为政治服务 有意思吧 然后就是导致的后果 就是这种发展的导致的后果 一个就是 宪法不再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了 不再是基本法 相反就是 宪法适应自己 把自己随便解释 用来适应那些不正确的法律 就是普京制定的法律 违反了宪法 但是宪法把自己重新解释一下 就宪法法院的解释 然后总统获得宪法规定 他不应该获得的权利 不应该拥有的权利 然后宪法法院就没有观察员的 监督员的作用 丧生的这个作用 然后就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广泛传播 导致人民对宪法再对法律 再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中国其实大多数人早就这样 从共产党上台开始 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 更早之前中国有句古话叫 做饿死不做贼 气死不高壮 这其实是中国传统儒家传统文化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 某些人还在美化所谓的传统文化 那有什么肯美化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最后总结说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就是总统 总统集权制的 或者是这个被操纵的民主的危险性 就是普京 普京体制 一个就是集权制 另外一个就是 拆毁这个权力分立原则 然后就是 削弱了国家体制的权力 那就是 限制 作为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整个体制 他的权力是限制 就成了普京的私人物品 然后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 那也有意思啊 当然这个资料是2016年的 那时候普京卖石油 好像还可以 就一个就是经济增长 然后另外就实验率下降 就是就业人数增加 然后就是绝对贫困的下降 那以前是非常 绝对贫困的人非常多的 像我在2013年 2014年在俄罗斯 遇到俄罗斯人 他们说 哎呀虽然跟中国比起来 我们是非常非常穷啊 我们俄罗斯人非常非常穷啊 但我们中国和你们中国和我和我们俄罗斯是多少年的老朋友 我说什么老朋友 可能俄罗斯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好朋友 共同在压迫剥削两国人民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或者你是当年的俄罗斯共产党家族的 他们也是被洗脑很严重的 然后就是 工资增长 但是主要体现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上 他们工作得到了大幅增长 然后就是 强调这个 国家里或者民族里 强调这个 国家的大小 这就是一个民族杀文主义 或者是国家主义的 普京对这个进行宣传 利用人民 人在这个受到 封闭 封闭环境下 在封闭的教育环境下 受到洗脑教育的话 是很容易被影响 所以就是 通病 中共呢也这样做 现在 今天又讲了 我早就口干舌燥了 现在也快16点了 搞了将近两个小时 今天先讲了两个小时 今天先讲了 希望大家平时多思考 多了解各国的法律制度 各国的政治制度 以及这个 非暴力运动的经验 这个我在我们网站上 对有你 就输入这个 纽约大学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 有13个视频 13课 几天 五天的课程 然后就介绍了 这个成功的 叫什么 国际上成功的 这个 非暴力革命的经验 就他们行动策略 仔细研究研究 你想我们 用枪炮 绝对干不过 你共产党 一个一艇机枪 架到那儿 几十万人 都可以把你扫死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共产党也不尊重人命 它甚至可以一发导弹 把你那个聚集的 几十万人 一下子都给你干掉 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大家还是要用 个非暴力的方式 你用暴力方式 一下死啊 你就没有后继之力了 但是非暴力 遇到形势 有机会 大家就行动 不行了 行事不对了 开枪了 就撤退 在那还没开枪之前 就撤退 就是 不要出现伤网 伤一下可以 但是不要出现死网 还可以再来 下次再来 是不是 而且只要所有人都参加了 共产党就 从这就瘫痪了 没人给它生产了 没人给它供应水 没气了 是不是 冬天没人给它供应暖气了 我昨天一天没打气 就感冒了 他们就更难受了 OK 现在国内也晚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祝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 拜拜